今天继续来办下层历史 就是前段时间 成都有一个小范围的争论 就是要不要把市中心恢复以前的历史建筑 因为成都是历史文化名称人 要么恢复成清代的公园 就是培养低层桌体家的机构 要么恢复成明代苏王府的造型 其实这两种选择都是绝路 都不是好的选择 因为他们象征的是这个地方 长期处于无足之地的状态 比如说明朝苏王府 其实明朝跟太太是一样的 都是两个极其颇吃的朝代 因为像明朝开始主演长期 他是先为低层 现在的四川人 成都人很多都是浮光天 四川天涯进来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们能不能查得到 浮光人又是从哪儿来的来 因为历史上 比如说近处地方就是夫辈那一带 也是被人口清除过好几次的 那在渊安莫明朝的时候 这浮光的人口就被清除过一次 资料很少 当时是陈有良控制这个地盘 然后主委员长打败了陈有良 最车就是陈有良 他有几百一条载船 结果他不会用 他就跟扫义骨差不多一样 那个船给钱了 这种行为是非常弱智的行为 就是几百一条船都能给钱了 最后再败 就说明他对这个船不了解 那你作为一个低层起来的军阀 那你咋会搞一百一条船呢 是不是得意于元末的 轨迹贸易通道全球化程度比较高 再加上蒙古人的防任 所以你就可以有大 你就跟主委员长一样 有大量的机会 搞到大量的东西 通过快松的贸易 那么这个时候 你因为这些少一股模式 几百条船洗白了以后 你把浮光大量人口暴露在 朱元璋的徒刀下面 所以朱元璋就是另外一个 张献忠会在李志成 这是非常恐怖的 张献忠在巴蜀地区盖过啥子 大家都晓得 那朱元璋就是一个成功版本的 张献忠 所以他整个超带都是极其扩吃的 从低层到低层 然后中间又是整合下戏 一样就是之前提过的老民上菜的东西 整个超带都是垃圾事件 这么一个扩车菜的就跟之前海洋呆 差不多是一样 都是从最开始物质到中间 王莽跳出来 王莽又是个极其物质的人 因为根短了 一个低层船呢 搞这些所谓的族家 他改革再加上智力又不够 所以连改革的货门都没磨了 就洗杯了 最后又是海外光武帝把全部打烂 把天下全部打烂 就跟他的老祖宗一样 他们只会打烂全部东西 一旦有一天过了几十年 一百年 见起来以后 他们不晓得该咋个耍了 这个是低层的铜饼 这个就是明朝的铜饼 从开始到结束 都是磕吃的一段垃圾时间